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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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怎么在哭呢 我妈还人呢 我走之前怎么跟她说的 我妈这 她肯定要去打牌了 哎 有孩子自己一人在家 这孩子都哭成什么样子了 妈妈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妈 你还好意思说 你去哪儿啊 妈妈 那陈姨打电话 她说三缺一 孩子在这儿睡觉呢 所以我就去了 妈我走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你怎么可以把孩子 独自留在家里呢 我走的时候 她还睡得好好的 我想她一睡 就睡两三个小时 我就去一会儿就回来了 谁知道她醒了 妈 你知道你这样做 孩子有多大的危险吗 妈妈 妈妈 妈妈想到 她今天 就醒这么早呀 平时 最低 也得睡三个小时呀 妈 你看 孩子都哭成什么样子了 这葫芦啊 都哑了 唉 这小孩啊 哭两声 没什么啊 这不是好好的吗 没什么 妈 妈 妈 你还有理了 妈妈 你说就说呗 你怎么还打妈呀 你自己说说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让你去打麻将 你咋就不知道改呢 说我不打你 你能改吗 妈妈 这孩子 不是好好的吗 她也没出什么事呀 看着现在是好好的 她一个人在家里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谁父子 萌萌 妈 也不是故意的 下次 妈不去打牌 不就醒了吗 妈 你忘了 我第一个孩子 怎么掉的了 还不是因为 你去打牌 不好好在家照顾我 才流淡呢 萌萌 都是妈的错 一会儿 妈不去打牌了 不行吗 你就原谅妈这一次行吗 原谅你 我怎么原谅你呀 我看啊 我还是带我儿子 回我娘家吧 萌萌 你不能走 你要走了 小脸回来 问我 我怎么说呀 你想怎么交代就怎么交代 我就要回娘娘 萌萌 萌萌 你别走了 以后妈 好好给你看孩子 还不行吗 妈 你已经不是一字两字这样说了 我还能相信你吗 萌萌 你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会好好给你看孩子的 妈 你别说了 我就要回娘娘 我已经决定了 妈 萌萌 萌萌 妈 你们俩吵什么呢 你不是劝劝萌萌吧 她要回娘家 回娘家 萌萌 这怎么了 你跟我妈 闹什么矛盾啊 还要回娘家 我为什么回娘家 你自己问问你的好妈妈吧 什么我妈 她也是你妈啊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妈 儿子 是我错了 今天 你陈姨给我打电话 她说 三缺一 我想着 孩子一睡 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就去一会儿就回来了 谁知道 她今天醒的早 正好萌萌回来了 我说妈 你这打麻将这毛病 到现在还没改呢 你是忘了萌萌第一胎是怎么掉的了吗 当初 不就是因为我让你在家好好照顾照顾萌萌 你自己结果还出去打麻将 蛇 小林 妈知道错了 以后 妈再不打麻将了 你去求求萌萌 别要让她回娘家了 妈 要我说你这打麻将这个毛病 它必须要改呀 行 妈 我跟萌萌好好说说 萌萌 你看咱妈她也是知道错了 要不你就 就原谅妈一次 是啊 萌萌 你不能把我的大孙子 带你娘家去 我要是想我大孙子了 怎么看我孙子啊 你就再相信妈一次吧 妈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萌萌 你看妈这次也是真心悔改 你就原谅妈吧 再说吧 萌萌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也应该原谅妈这一次 怎么说 我也是这孩子的父亲 你要是把孩子给带走了 我以后可怎么过呀 萌萌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妈 咱妈都这个样子了 萌萌 你如果不相信我 妈 别这样妈 放下 萌萌 你相信妈吧 你看妈 这次 这是真心悔改的 行了妈 你别这个样子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萌萌 谢谢你 你放心吧 以后啊 我要好好给你看孩子的 你把孩子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行了妈 别再说了 这事啊 咱们就过去了 对了 萌萌也是刚回来 你看我这刚下班的 也都该吃饭了 妈 你啊 还是给我们俩 去做点饭吃吧 妈 行 行 我给你明亮 做饭去 行 萌萌 咱妈 咱妈啊 她就这种皮屑 你也是知道的 除了打麻将这点啊 其他的 对你也都不错 你品尝 也多单单单单 知道了 小蕾 媳妇啊 你热吗 这样 挺好的 就这吧 那媳妇啊 你渴不渴 我去给你 端杯水 小蕾 我不渴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哦 也没什么事情啊 萌萌 就是 你看 我妈最近不是有点事情吗 就是想来咱们这儿 看看我 你看 小蕾 你说什么 你妈要来 你别生气嘛 我妈就 就在这儿 住一晚上 不行 不能让你妈来 你妈来了 我还敢照顾她呢 我妈 她现在还年轻着呢 也不需要咱们照顾 也就是 在咱们这儿 住 住两天嘛 刚刚才说 住一夜 这怎么又变成两天了 你说 到底什么意思 我 我这不是 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嘛 妈就跟我打电话 说要来看看咱们 也 也没告诉我 说具体是什么事啊 你妈 每次来 不是借钱 就是蹭吃蹭喝 你说你妈来干嘛 那我小的时候 不都是我妈养活我的吗 我这都答应我妈了 这 也不能反悔啊 那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她养了你 又没养我 萌萌 你这话 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小的时候 我妈一个人养活我 也不容易啊 现在我妈有点事 要过来一趟 我都已经答应我妈了 你现在不让我妈过来 我怎么能让我妈 再回去吧 反正 我就是不同意你妈来 你妈来了 我也帮她赶出去 那 这样吧萌萌 我妈就都已经在路上了 要不 等我妈过来了 咱们商量完事之后 我再把妈 安排到其他的地方住 行吗 安排什么啊 那你安排个地方不再花钱吗 咱有钱啊 啊这么着吧 等妈呀 把事儿 咱们 说好了 我再亲自把妈送回去 这样都可以吧 不行 这个家有我就没你妈 有你妈又没头 萌萌 妈 萌萌在家啊 叫我干嘛 萌萌 你 你怎么跟妈说话呢 我怎么了 这里是我家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 你小声点说话不行吗 妈 你这次来找我 到底什么事啊 小李啊 你看 你这媳妇的嘴 真厉害 哎 妈 你你别生气啊 萌萌他这人啊 就这样 他心眼不坏啊 妈 行了 你也别别在意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这次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小李啊 妈的房子漏雨了 想给你们借三百块钱 把房子修一下 哦 行 妈 萌萌 你看我这身上也没钱 你要不先 先给我拿三百块钱 我给妈 咱家哪有钱呀 哪儿没有啊 我前两天发的工资 才给的你啊 你说哪工资啊 还不够咱用的呢 怎么可能给妈呢 不是 萌萌 你看 妈这一个人在家住 也确实挺麻烦的 这房子都漏水了 也没钱修 咱们 就拿这三百块钱 给妈修一下吧 小李 我不管 那钱又不是大方挂来的 是我心口挣来的 怎么可能说给就给呢 萌萌 你能不能说话 小声一点啊 这咱妈还在这呢 你不给我拿钱是吧 行 那我自己去拿吧 小李你长本事了 你说说你这死狼太婆 来你家干啥 妈 家那房子要是不漏 也不会来给你借钱 妈 这这里啊 有一千多块钱 你拿了 你干什么 萌萌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了 就是我的钱 萌萌 你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过分 有什么过分的 萌萌 你把钱给我 我不给 萌萌 你这么做 算我求你了 行不行 妈妈 小李啊 你妈不是说 她只要三百吧 你拿那些干嘛 这不是 妈一个人在家 自己做什么都不方便吗 给妈多拿点钱 也好让妈 多买点东西啊 老太婆 想要钱是吧 这里是三百 给我打断欠程 我就给你 儿媳妇啊 我给你们借钱 你竟然 还让我打欠条 是啊 萌萌 这妈借个钱 怎么还要打欠条呢 我不管 你今天不给我打欠条 我这钱就不会给你的 这是纸和笔 自己来吧 好了 签条打好了 给你钱 赶紧走 萌萌 够了 老太婆 赶紧拿着你那三百块钱 走吧 这签条也打了 我以后也不愁 没人给我还钱 小李啊 你这喜不得的鸡 真厉害啊 你这喜不得的鸡 你看你懦弱的 你媳妇这样对你妈 你两个公平话 就不敢说 小李啊 我真是 别要你这个儿子了 小李啊 你不看妈 写的欠条 什么 今日 你还三百 还欠一百万 财礼钱 二十万 抚养费 三十万 养育之 无价 萌萌 看到了吗 小李 我知道错了 咱去 把妈接回来吧 我告诉你 萌萌 我妈从小 把我抚养这么大 很容易吗 我们现在 这样对我妈 我这良心 往哪放啊 赶紧把妈 追回来啊 阿嬷